好,现在我们进入到百万豪宅的小黑屋 现在房子非常的黑,我把手电打开 这个房子的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开关 在这里,就有三组灯的开关在这个房间的连接走廊的入口处 而我们经常使用的是那边的靠近停车场的入口 但是入口那边是没有开关的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想办法加一个开关 如果你要找一个电弓的话呢 这个电弓会从这边开关的地方拉一条线 从天花板走过来 一直延伸到这个地方的某一个墙的位置上 在这里接一个开关去控制天花板上的灯 如果有执照的电弓 它比较有良心的话会收你三百到五百块钱 然后在天花板上还有墙上会开三到五个洞 耗费的时间大概是一个下午 如果联系比较坏的电弓呢 它会收你到八百一千块钱都是很正常的 这个活呢一般的人是自己也没法DIY 而且你不知道墙里头会有什么东西 天花板里头可能没有办法走电线 你在这里挖了四五个洞以后发现这个方案完全不可行 今天呢我们就想用一个高科技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方案 实现在这里的开关和这里的开关都能够同时控制墙上的灯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个智能的开关 它可以连接网络可以连接手机 当然我们今天用的是它的一个遥控器的功能 这个就是智能开关 然后我手里拿的这个小的东西呢是它的遥控器 通过它可以遥控这个开关 这样我们用这个开关代替旧的开关 同时把这个遥控器装在另一个入口上 就可以实现两个开关同时控制同一个灯 好了我们先把旧的开关拆下来啊 好这个开关上的电已经被我断掉了 大家一定要先断电 把这几个螺丝拧下来 把这两个螺丝拧掉就可以把它拆下来 把它拉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开关的线呢被这两个开关卡在这个盒子里头了 所以要把这两个开关也拆下来 这个接线接得很乱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整理 这根黑线和这根黑线是我们要拆掉的 旧的开关呢就拆下来了 这是新的开关 绿的是地线 两个黑的都是火线 这开关呢是没有灵线的 找到一个地线把这个绿线接过去 然后这两个黑线呢接在这个两个黑线上就可以了 这两个黑线是可以调换的 哪个方向都有一样 现在我们要找到地线在哪里 很多这个偷工减料的人呢 它装开关的时候会不接地线 这个开关就没有接地线 这个地线的螺丝是空的 我现在钳子夹着的这个是地线 铜丝 所以现在要做两件事情 去捡两段这个铜丝 一个来连到旧的这个开关上 另一个连到我们新的开关上 做了两根通丝 这个带钩子的这一段呢接开关 这一段呢和这个地线拧在一起 装的时候呢这个方向来装 这样螺丝拧紧以后才能吃上劲 现在智能开关 右边这三个矩形的部分给它掰掉 不然装不进去 那这里有一个箭头方向向上 这一根黑线呢是没有必要保留的 把它拆掉 这根黑线呢也没有必要保留 我们要把它拆掉 这样可以省一些空间 我手里拿的这条线应该是通往灯的火线 所以它和开关的一条火线连起来 然后开关的另一根火线 和这个开关的火线 以及这两根火线 给它拧在一起 换一个更大号的这个connector 火线接好了 下面接地线 开关的地线 开关的地线 公用的地线 好了现在呢电线连完了 我们去打开电源看看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这个开关正常 第二个开关 工作正常 左边的这个现在是智能开关的 工作正常 电路都已经接好了 现在又把电源断掉了 因为防止物触发一些短路的事情 现在把这些线的给它塞好 线现在 线的非常多 我慢慢的塞 让它尽量 塞到这个背面去 把这些螺丝拧紧 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好 用尽了洪荒之力之后 我用尽了洪荒之力之后 终于把这三个开关都装好了 现在呢把这个盖子给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盖子不能盖上去 或者是螺丝扭不上去 你要调整一下里头这些东西的位置 好了安装好了 现在最右边的这个是传统的开关 中间的这开关呢可以带可调亮度 左边的这个呢是智能开关 可以连WiFi而且它也可以调亮度 开关已经换成新的智能开关了 但是现在这个遥控器呢还不能跟它通信 所以我们要把它们配对 按住这个按钮六秒钟 好了再让遥控器的关六秒钟 好现在我在用遥控器控制它关掉 打开 调节亮度关掉 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遥控器装在另一个入口上 所以我们可以装在这里 当然这个宽度呢是不是太宽 这个是一个背板用来固定遥控器 它是要和这个方框框来配合使用的 所以最终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把它往右边装一点 这样48寸高的话大概在这里 做一个标记 这个背板的上边这一块呢 要给它拆掉 用螺丝把这个背板固定在墙上 把这个遥控器背面的这块板给它拆下来 这样子就能卡到这个背板里头了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呢也可以正常使用 不过为了美观期限呢 我们要装一个cover 我们要把这个cover这里切掉一条 这个框子呢切好了 我们把它拧上去就可以了 好了这样就装好了 现在把它关灯 开灯 好了这就是如何安装一个智能开关 以及加装一个遥控器来实现两个开关 同时控制一盏灯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